清代粉采无量寿佛坐相 此相为菩萨装的无量寿佛 面相慈善、神态安详 头关残缺、双手锁捧宝平已失 佛像身上的阴落、壁串、手镯、脚镯等事物上诗意采用 代表不同珍宝 绿色配帛上点缀着梅花点纹 黄色长裙上装饰着宝像花、吉祥纹、卷草纹等 造像制作精致、装饰典雅 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 清乾隆时期曾经定烧过大量瓷质粉采无量寿佛像 从此造像的造型工艺来看 当属乾隆时期烧造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喜欢什么样的古董? 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 谢谢